姊姊現在要來買水餃啦 好買水餃 人咧? 水餃的話應該在 對對對 看看你要吃什麼樣的水餃 把它煮給你們吃 你要吃 你要吃 這個喔 這個會不會很難煮 我要買小顆一點的 因為小顆一點的比較好蒸 太大顆的話就不好蒸 我要買的是熟水餃 這個可以嗎? 可以 這個 那我們就買這個 因為那個是很好吃 但是它很大顆 比較適合用煮的 我看一下 小顆的 它這裡有肉出來 好那你就拿那個吧 一包多少錢 一百一千 OK啦 OK啦 就買這個 這最後一個 可能大家都喜歡買這種小顆的吧 比較好煮 它寫了熟水餃 這種水餃本來就是熟的 只是說我們要整一整 把它弄熱熱的比較好吃 那等一下要買什麼東西吃 爸爸說我可以冷凍吃 不要啦 冷凍吃很怪 呵呵 爸爸我就是想要冷凍吃 不行不行不行 冷凍吃水餃很怪 真的啦 那妳還要買什麼東西嗎 沒有 這是水餃冰淇淋 不要太怪了 太詭異了 他不是說他很熟的 好啦 他還是要加熱一下 不然的話味道很怪 那妳還要買什麼嗎 這是冰淇淋 妳要買冰淇淋喔 不是 這個是冰淇淋 好吧 沒有要買的話 那我們就走吧 Go 好 好 好